两年前 我是为了钱 满心不情愿地来到这里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见证了种种爱恨与生死 我这异国人的血液 已经慢慢融入 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这是我一生 最艰苦的一段岁月 也是我一生 最艰苦的一段岁月 老师 在得到一个很小时 写法 写了 焦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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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文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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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 不是還去過嗎 雅特列 謝謝你啊 如果 通過我的幫忙 得到SQ4 我也很高興 等秦敖一旦得手拿到SQ4 我会亲自带人 把你们平安地借回黑市 经历过武汉那一段 我相信 洛阳 我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内奸就在我们高層 我这次回到黑龙会 这个内奸就在 但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本人 可是我发现他的军装 中将级别 中将级别 对 梅老板 从黑龙会返回重庆市区 十里村白剑河桥是必经之路 我现在带人马上出发 日夜守候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抓住这个内奸 是吗 不像 有烟吗 静不住了 除了一件精神精神 看看这个 会是他 怎么 你认识这车 总务处副主任高清鹏的车 那 就这么让他走了 逮捕高清鹏可不是小事 回去让梅老板连夜 上一号那儿去签发逮捕令 明天早上再抓他 好吧 报告 进来 高主任 黑市的陆组长在外边 说有事找您 快请 请 高主任 陆组长 请坐 不 不必客气 我来是调查一些情况 你说 您昨天晚上去什么地方了 我 我在家里边啊 那您的车停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总部处大院里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高主任 还有谁有您的车子钥匙 我的车吗 只有我也有钥匙 您确定 没有第二把钥匙 是啊 只有一把钥匙 一直在我这儿呢 怎么了 这是戴老板签署的逮捕令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凭什么 凭你刚才的回答 带走 你 你是说我的车 陆组长 我的车真的没人动过 我 等等 是 柯主任 我要调总部处 所有人的档案 好啊 小刘 你马上过来一趟 带陆组长到档案室去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出智雅的力量 长官一直比较担心美国领事馆 暂时不会把玩意怎么样 所以你先关着吧 坐 好 强小军 上次的事真是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 你也是执行命令了 非常时期理应多加消息 别放在心上 好 对了 这次你绑架雅德丽又是大功一件 长官对你保奖有加 不会再怀疑你了 听说你绑架她的时候腿受了伤 爱不爱事 不爱事 一点皮外伤 那好 那等忙过了这段 我请你吃饭 好啊 那我可真等着 好 就是不知道还要忙多久 最近一直忙着制造病毒弹 等把这批病毒弹 运到武汉空军基地以后 我们黑龙会就算大功告成了 是啊 这批病毒弹存放在什么地方 我是说 这次行动的前期 是由我来安排的 我很清楚这批病毒弹的威力 这万一安排不好的话 有什么泄露 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威胁 这点自然会当心的 但是病毒弹存放的地方 我确实不知道 病毒弹事关重大 左祖母长官不可能告诉我们的 应该的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啊 什么味道 好像是你身上的 哪里有什么味道啊 那好 等大功告成之后 我等着你请客 好 没问题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这个欧斯特只研究病毒 难道 就不研究这种病毒的解毒素吗 若是病毒以晶体的形式独立存在 可以涂抹一种 它自己研制的消毒液 避免感染 车子上面除了高清鹏和他警卫员的指纹以外 还有一个人的指纹 郭仲恒 郭仲恒以前是总务处主任 现在又是特派员 他进出总务处大院 不会有人盘问 而且他又是中将军衔 现在看来 他的嫌疑最大 好 马上将郭仲恒逮不审问 现在就去 以免夜长梦多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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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到附近走 走 好 梅老板 郭仲恒跑了 请马上派人封锁白剑鹤桥 以防他逃往黑龙会 好 小姐 胎儿已经四个月了 发育得特别好 这段日子啊 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不要做剧烈运动 我知道了大夫 谢谢啊 不客气 再见 得了 故意 wh earnénom fare 是 看到老婆 他是大婶的 Technology 和呢 Bull 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 请长官放心 我先回去了 你们要严加看管 不能有任何差事 知道吗 是 正常 什么味道 怎么 着 着火了 快 赶快 烧到这边 毒气大会爆炸的 要快 先行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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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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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秦昊君 你一直跟踪物部 到黑龙黑后山的山洞 为什么 长官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是到了山洞 但我是为追物部 还给他东西 什么东西 这是牢房的钥匙 混蛋 怎么不把你这面根也丢了 你是什么时候从我身上偷走的 吴步军 这话可说得有些难听啊 什么叫偷啊 刚刚你不是在我的房间里走出去的吗 我是怕你丢了钥匙心里着急 所以才追你去 我在你的房间室 就根本没有把钥匙拿出来过 谁啊 都给我闭嘴 别再整了 秦昊君 既然你已经拿到了牢门的钥匙 你就到那儿帮我办件事情吧 请长官吩咐 去请雅德利喝酒 请雅德利喝酒 长官您大概忘了 雅德利现在恨我恨得咬牙切齿 怎么可能还跟我喝酒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脚 这酒里放了一些好东西 毒酒 聪明 我们在里面掺了一些SQ4 你要陪着他 不 你要看着他 让他喝下去 长官是要我亲手给雅德利喝下毒酒 以此来考验我的忠诚 怎么 不愿意接受这波考验吗 秦昊君 这两杯酒 这杯 又就是 靠着菜的这边的这杯酒 是雅德利的 可千万不能弄错了 放心吧长官 不会出错的 去吧 你来干什么 睡不着 睡不着 跟你聊聊 你是个被国叛党的小人 你晚上若能睡踏实 那才奇怪呢 班尤可真别做吗 你真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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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l 我来 雅大利 好久没喝过杜松子酒了吧 我们暂时忘却 过去的前线 边喝边聊 我来 我给你 雅大利 看在我们交往的缘分 和你能来中国的情分上 敢 敢 编属 灵量 我们不这样 我们的电梯 坐下来 看看 刻着 镇吏 镇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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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发报了 他曾经用这个发报机给日本人发过情报 也给同胞们发过情报 这一次他将用生命换回来的情报发给自己的同胞 这样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这样他才能平静地离去 梅老板 怎么样了 全没找到 不过总部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出陈的道路 他跑不了 好 先别管这些了 有件大事 刚刚接到秦敖密店 现在他已经找到艾克斯了 准备今天晚上行毒 就如亚特利炸毁艾克斯 今天晚上 放心吧 我亲自带人接应 好 梅老板 陆组长 西城发电一个果记送来封信 说是给您的 好 是 不用管吗 今天晚上重要行动 把部队集结好 好 全体待命 是 梅老板 什么事 没什么 余文稍姓来说 他碰见一个朋友 要晚点回来 这真是的 什么朋友 我现在有点急事 我出去一趟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什么事 你 你 你的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在我的手上 你一个人开车 马上到白剑河边的株林里 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 还你一尸两命 好 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不用等了 鹿牙是不会来的 就是有人来 你是来逮捕你的 别 日本人都像你一样卑鄙无耻吗 就靠绑人蹊跷来做要挟 你以为激怒了我 我就会杀了你 蠢女人 你以为绑架我就能要挟住鹿牙了吗 你也不仔细想想 大夫的话你也听见了 这孩子已经四个月了 四个月前我是秦鸥的棋子 这孩子是秦鸥的不是鹿牙的 鹿牙心里面早已经容不下我了 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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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鹿牙 你先把枪扔下来 鹿牙 下车 你果然是一个人来了 你对这个女人 还是很看重的 你放了她 我当你人质 我身上的证件 可以让你通过关卡 逃离重庆市区 难怪人们都说你聪明 我要什么不用说你都知道 你把我当傻子了 放了她 我还怎么制约住你呀 你我都一样 都是有信仰的人 宁死 不向敌人屈服 但是我很想知道 在你心里 是信仰更多 我都不想拒绝了 我会让你 觉得我能够 你怎么没什么 你这个人 我闹着了 我都不想拒绝了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我呢 你突然说 我都不想拒绝了 对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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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秦老隽 刚刚在喝酒的时候 您内心 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当然 作为朋友 我当然有愧疚 可为了大忌 既然有愧疚 那你就把它放走 您是说 让我放了雅德丽 对 昨天是您让我抓雅德丽 今天您又让我放了他 您难道真的是为了试探我的诚意吗 秦老隽 你不要为此再耿耿于怀了吗 对你的几番猜疑和考验 我向你表示道歉 现在 我不仅让你把雅德丽放了 还要把他隔壁的那八个俘虏也都放了 他们可都是分布在中国各个中药机关的大人物 好了好了 我不给你兜圈子了 现在雅德丽和那八个俘虏都感染上了SQ4 不过病毒现在还没发作 他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等他们约遇以后 就会把这些病毒 传染给这些重要单位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兵部雪刃 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 再加上随后的病菌弹轰炸 重庆这个城市 中国的命买也就彻底完蛋了 别想耍花招 你本事再打 我也能杀了他 郭忠航 你别胡来啊 我既然答应了你 就一定能把你安全送过关卡 陆阳 余温 冷静点 关卡到了 还不收枪 想让卫兵发现吗 我能把你也想找到 你还想找一卫兵启进 我招待人 你能做 你能做 我可以 你 你 是黑使的呀 这么晚了 去干什么 机密任务 不便透露 机密任务 他是什么人 他是我们同事 也是黑使的 他的证件呢 他证件丢了 正在不办 我可以把我的证件留下 一会儿你们打电话到黑使 核实情况 那等我核实了 你们再走 先放我们过去 耽误的时间你负责 不行 我刚刚接到重要指示 国党内部出了汉奸 事关重大 所有可疑人员都不可以离开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打个电话 你们再走 余文 付好车 停车 停车 干得好 快点 余文 你没事吧 没事 快 怎么停下来 我答应你的 我做完了 现在该你履秦承诺放了余文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提要求 走 一直走 送我到黑轮汇 郭仲恒 你别以为你用枪指着我 你就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守桥的卫兵马上就会追上来 你要不怕报路 你就开枪 枪一响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个老汉奸 你先下 上 郭仲恒 你们黑龙汇的信仰就是做不守信用的小人吗 你也是军人 别让我瞧不起你 别让我瞧不起你 放了余文 陆娅 要了这个女人的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而你陆娅就不一样了 你活着 就像扎在我身上的一根刺 这有多难受 你要我死 对 你死 我就放了她 郭仲恒 你这混蛋 陆娅 你别傻了 她不会放过我的 陆娅 杀了怀孕的女人对我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的事情我是向来不干的 再说 我也怕遭遇 行了 别那么多废话 你不就是想让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你面前 能够让你踏踏实实地一枪击中我的要害吗 开枪吧 陆娅 你别信她 陆娅 你错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热血青年有没有勇气 来吧 自己了断 陆娅 你别傻呀 陆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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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算话 陆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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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枪掉我 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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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怎么了 鹿牙 怎么样啊你 鹿牙 怎么样 鹿牙 我没事 还好防你一手 鹿牙 没事吧 陆组长 护组长 你们俩点没事吧 谁让你们乱开枪的 上级有令 见到郭仲恒 割杀无论 割杀无论 我要用你们车 好 游文 我要去追郭仲恒 接引擎和雅德里 我让他们送你回黑市 我和你一起去 是 你怎么跟我一起去 你这 我孩子才四个月 又不是行动不便 过来 这 这 送他回黑市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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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不好 5 谣 江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